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是5月31號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先跟大家講 就是Google Photons 6月開始要 你只要是高畫質的 你知道怎麼樣 它要不能讓你無限使用了 所以你有沒有備份 趕快先去備份好不好 備份完 不是 應該看完我的科技舞報 趕快之後再去備份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要三則科技舞報 我們來看第一則 受疫情影響快樂缺氧 造成血氧機的搶購 我上禮拜有拍 有三款的那個 可以偵測智慧中 就是智慧中是可以偵測血氧的 那個手錶 那那個影片 如果你們等一下看完這個舞報後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好不好 那我回來 因為呢 造成搶購嘛 然後呢 有一些小金買不到 所以呢 近期呢就有一款呢 印度的APP 號稱它可以偵測血氧 但真的可以嗎 我先講一下 它是透過手機的那個補光燈 去做偵測 一般的血氧機 它是以紅光的波長 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紅 遠紅外線 跟紅外線 它們來去量測什麼 那個血液的含氧濃度 但是呢 手機的閃光 它只一般的燈光而已 所以呢 它波長跟紅光是不同 所以它無法呢 讓你來偵測 而且偵測出來的答案也是會不準 重點是 它還要你開定位 而且 我剛剛更新的最新消息 連那個印度的警方都說 它有可能是一個 詐騙 所以大家 還是要小心一點 小心被竊取個資 我建議呢 這一款還是不要下載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Google的Play商城 已經把它下架了 那你就知道 它是不是有安全疑慮 而且不準啊 各位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則 第二則 近期防疫在家 那個三星 它又推了兩款的 比較平價的平板 包含了三星TAP S7 FE的5G版 跟TAP A7 Lite 這兩款的差異是什麼呢 一個是5G 一個是4G 跟LTE 那 我先講一下5G的 那5G的這一台呢 TAP Galaxy TAP S7 FE這一台呢 它是12.4吋的大小 螢幕更新率是60Hz 然後有支援S-Pad 然後也可以用Dex模式 Dex模式什麼意思就是呢 你可以連接螢幕啊 然後藍牙的鍵盤跟滑鼠 你就可以幹嘛 把它變成 那個電腦了 然後它是高通S750的那個 處理器 4GB的RAM 64GB的儲存空間 那45W快充 然後電力是1090mAh 然後它後面 單鏡頭800萬畫素 前鏡頭呢 500萬畫素 那號稱呢 它連續使用可以達到12小時 而且它有支援跟 這次新款的iPad Pro一樣 有正面呢 有自動的冷臉的追蹤功能 另外一款呢 Type A7 Lite 它就是便宜 又輕 8.7吋大小 366g 但是它的充電呢 只有15W 然後它的電力呢 只有5100mAh 但是不能用Dex 就是我剛說的電腦 電腦模式 然後連拍客處理器 所以其實這兩款呢 很清楚就可以知道說 一個是便宜的 然後一個是 比較高階的 但是呢 以這兩款呢 在三星裡面呢 都是算是 比較平價一點 好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者 第三者 彭博社 他在前幾天呢 有說今年呢 會出入門版的AirPods 3 沒錯啦 這個我之前也講了嘛 對不對 那明年呢 會出AirPods Pro 2 那它這次AirPods Pro 2呢 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它要把降噪無線 的那個 那個天線 還有那個麥克風 全部要塞在一個很小的 AirPods Pro 2裡面 也就是說這次 AirPods Pro 2 在明年版本呢 它的大小 會跟這一次的AirPods Pro 就是 我們現在在用的哦 它有可能呢 那個 沒有那個 耳筆 有可能啦 好 但以 今年的AirPods 3來說 它是 比較貼近AirPods Pro的設計 它是把那個耳柄去縮小 好 那 充電盒呢 是沉澱於 椭圓型 好 那但是呢 AirPods Pro 2呢 它也有可能會加入一個新的技術 就是叫運動追蹤技術 那 彭博社也說 AirPods Max呢 到底以後會不會出新款 目前呢 是沒有的 但有可能會出多款顏色 好 然後這是彭博社呢 針對於蘋果的AirPods 它接下來系列的一些 呃 觀察 分享給大家 好 那相關的一些 蘋果的 新品 哇 蘋果美月報也快到了 因為6月已經到了 我看這禮拜或下禮拜 一定會出給你們 好 晚上影片見 拜拜 series 1 5 2 3 5 5 6 6 6 5 6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